十毫历 公元759年 安史之乱的战火 弥漫了整个唐朝 朝廷派六十万官兵镇守洛阳 可万万没想到 属于指挥不大 居然被五万叛军打得灰灰烟灭 为了补充兵力 守城的官吏就发了风一般的 到处捉人来当兵 诗人杜甫就曾经亲眼目睹了 这样的惨剧 并记录到了十毫历中 分四部分 向我们展示了那段伤痛的历史 木头十毫村 有立业捉人 老翁鱼抢走 老妇出门看 立呼一何怒 附提一何苦 第一部分 简单交代了 时间地点和时间 天下大乱 即便是杜甫这样的大诗人 也奔波在逃亡的路上 这天傍晚 疲惫的杜甫来到了十毫村 投诉在一对善良的老夫妇家中 这时 忽然听到了猛烈的敲门声 原来是官吏们趁着夜里 大家都在睡觉 又来捉人了 机智的老爷爷知道 家里只剩他一个人可以抓去当兵了 然后就迅速翻墙逃跑了 老奶奶故意拖延了一会儿时间 才前去应门 门一打开 官吏们暴跳如雷 愤怒地逼问道 家里都有什么人 而老奶奶则哭泣着述说 自己有多么痛苦 听父前致辞 三难夜成树 一难复输至 二难心战死 存者且偷生 死者长一一 第二部分 老奶奶痛缩 战争对自己的巨大伤害 杜福听到老奶奶上前说 我家中原本有三个男孩 都到夜城打仗去 不久前 一个男孩写信回来 说 另外两个男孩 在最近的战役中 都死了 活着的人 还能勉强活着 死了的人 就只能永远完了 世中更无人 唯有辱下孙 有孙母未去 初入无完群 老玉历虽衰 请从历叶归 吉应何阳义 由得被沉吹 第三部分 则将故事 推向了高潮 一家三个男孩 都献给了军队 他凶狠的官吏 居然还不把休 继续逼问 现在家里还有谁 老奶奶 只能继续含泪回答了 看看家里面 就更没有什么人了 只有一个 还在吃奶的孙子 还好 因为有这个孙子在 而媳妇 才没有狠心地改嫁离开 但他 不论在家还是在外 连件完好的衣服都没有 真是太苦了 但官吏呢 可不管这些 必须让他想办法 交出一个人 可怜的老奶奶 只能说 我虽然力气衰弱了 但请求跟官老爷您 一起回去 如果现在出发 急忙前往 河阳的兵营服役的话 估计还来得及 为士兵们准备明天的早饭 那官员们 能放这个老奶奶一条生路吗 夜九 雨声绝 如文气幽夜 天明 登前途 独于老翁别 第四部分 则交代了 故事凄凉的结尾 夜色 越来越深 老太太和官吏们说话的声音 渐渐地停止 却依然能够听到 呜呜 隐紧约约 催人断肠的哭声 第二天 早上 天亮了 都府又得继续 登上艰辛的逃亡之路了 可离别之时 却只能和老爷爷 一个人告别了 看来 那些丧尽天良的官吏 最终 还是把老奶奶 给带走了 暗屎之乱爆发后 许多诗人 无心创作 只有杜甫 化身为 纪录片导演 用他的文字 真实地记录了 战争 给老百姓的伤痛 这首诗毫力 仅仅120字 却用精炼的语言 讲述了一段 意味深长的 战争类史 这种诗作 真是当之无愧的 诗史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